东北话闹电影咋闹咋有趣 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家好 我是爱看电影更爱闹嗑的江湖你读 今天我要带你们看的这部电影 就是最近热度嗷嗷的喜宝 女主的叫喜宝是不是穷学生 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妈 和一个成天整幺蛾子的老爹 在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 那就是豪门千金 徐冲慧 本来那两个有机会成为姐妹 喜宝以后可能变成她的嫂子 你看这小伙长得还真不错啊 但是人家女主肯定是独一万二的吧 她这个脑回路我们凡人是难以理解的 所以她就答应了人家老爹的追求 至于为啥放着小仙又不要 看上老大叔呢 你看着手上的钻戒就懂了 此刻独哥只能感叹一句有钱真好 两个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然后其他人就开始整腰蛾子了 首先是男主的儿子 直接崩溃到发疯 感觉头尘有点绿 但是人家也没和你在一起 你可这激动啥呀 然后就是这位可怜的老门 我把你当姐妹 你却当我妈 这是不是有点不厚的啊 尽管全世界都反对 但是女主因为爱情 还是选择了和男主在一起 这之后呢 另外一个男配就开始不安分了 心里想着这剧情过了一大半 也该轮到我了吧 所以他就向女主明里暗里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恰好男配是千金小姐的未婚夫 于是婚礼上这位老妹哭的是梨花待遇 他老弟一看小伙子不讲武德呀 啊欺负我闺女还敢抢我老婆 于是一讲把她给解决了 经过这事以后 女儿伤心离开 女主呢也是被吓出了病 但是他们两个还在一起 反正就是相爱相杀吧 故事最后 男主因为年龄和心脏病的缘故去治了 而女主呢开始了心理生活 好了各位观众老爷 今天就先整到这儿 咱记得顺手把关注点赞都安排啥 不论风里雨里 独哥就个最高的等你